师父在课程当中,时常都会说大自然是最真实的,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然后呢,也有提过说,人是经常以假为真,然后以真为假。 那师父也经常勉励我们就是要去练习的做一个真人。 那学生就是,不能体会到的就是说,什么是一个真人,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人,去过一个真实的人生。 是说我们要来到无我才算是真实吗? 因为我们都有自我经常都是自己骗自己,那我们都一直在过这些虚假的人生。 那这样过下去也没有意思,可是我们也来不到无我那样子,所以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去体会这个做一个真人,所以想请教师父。 这个问题也很好,一般人是惯性用自我在运作。 如果小孩子,他们是很纯真,很真实的。 如果我们亲戚朋友家中有婴儿,一般来讲,小孩子如果没有被污染的话,在三四岁以前,他们都是处在很纯真的状态。 他们是用心灵在生活,他们是很真实的。 什么叫做真? 小孩子,他们都是活在很真实的世界。 问题是,大人的观念不容许他们做真人。 大人会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框,很多的规规矩矩,然后跟他们下令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哎。 结果让小孩子,他们就渐渐的不敢做真的。 所以人是在这成长的过程 被大人很多的观念之间 把他框住掐住 局限住 所以让他渐渐的 失去了那个纯真的本性 甚至小孩子被大人教导 要学会欺骗 或是小孩子 看着大人 在欺骗别人 在欺骗家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 让小孩子他们内心一样会很痛苦 会很错愕 小孩子本身他们不会欺骗别人 但是是被大人污染 大人会欺骗 结果小孩子渐渐的被训练成 被污染成会欺骗 或是小孩子不会欺骗 然后大人要他练习着 会去欺骗 在这个过程 小孩子他都会经历过痛苦的阶段 所以做真人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本性 这个就好像 我们不需要 容装燕磨 我们不需要种种装饰 我们就可以过得很自在 我们不需要穿金带银 不需要华丽的衣服 才能够说什么 显现出生命的气质高贵 真正生命的气质高贵 他不需要那些 盘比 他就是纯真 自然 自然 才是最美 而我们的生命本质 他就是来自于自然 我们生命他本身 他就是想要自由自在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污染 被迫无奈 所以才学会欺骗 学会戴着面具 所以 那个是 被外境的污染 我们现在只要能静下来 开发出我们心灵的觉知 开发出我们清静的心灵 你的心灵 就会渐渐的引领你 练习着做真人 你也才会 你会体会到 做真人才会真的轻松快乐 我们不需要再造假 我们不需要 要带着 还要经常带着面具 去面对别人 我们不需要一直活在那个角色的层次 但并不是说这时候就变成胸巴巴的 那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个又是很任性 那没有智慧 如果你真正良心的觉醒 做真人 你的生命是会越来越柔软 你会尊重自己的生命 也尊重 每个人的生命 你会尊重自己的选择 也会尊重别人的选择 那种不做真人就是 活在角色的层次 别人认为说 要怎么样才叫做修行人 那就更能 强迫着自己 也要这样 然后自己适应之后 也用这些观念框框 去框别人 认为别人也要符合我们认定的框框 结果呢 就变成很虚假 我以前几年前也跟一位 也蛮有名的老师 我有跟他提过 因为在他的心中 他认为吃素才是修行人 所以他要求他们的干部 团队干部都要素食 好 因为他心中有很强烈的界定 认为那个素食才是修行人 结果呢 后面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讲 你这样的界定之后 你会让你的团队干部 他们要设法欺骗你 不然他们要经常活在很拉扯的世界 他们很难做真人 我跟他讲 我对我们的干部团队家人 我不去做那些严格的界定 我只建议大家 我只建议大家多吃健康素 吃健康素 那是对身体的健康 还有对全球的生态环保也有益助 但我们也只是仅是提供 让大家参考 让大家选择 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强势的一个界定 就这样 我讲这个 从这一点 大家继续以此列推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 记得原则就是 只要不违反国家法令 只要不去伤害别人 不伤害自己的生命 不伤害别人 我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 过得真实 过得安心 过得真正快乐 这是很重要的前提 不要总是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中 别人认为什么 什么才叫做修行人 然后一直的 一直的挤压自己的生命 去符合别人界定的 什么叫做修行 结果呢 伤害了自己的生命 让生命不敢做真实的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要 练习做真人 从我们的良心出发 我们不去伤害别人 我们也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要有那些果小角的心态 我以前讲课的时候 有讲到 缠果小角 为什么要缠果小角 背后 是为了灵 为了利 而缠果小角 你真的快乐吗 真的健康吗 他是不能够真正的快乐 不能真正的健康 但是为了比赢跟利 所以他只好苦了自己的生命 来 大家要隐身 应用到其他 那种缠果小角 让自己的生命心灵扭曲 那个 就是让生命 不敢做真人 并不是说 那做真人 他就会去伤害别人 不是啊 我做真人 我就是 我不要去 为那些虚幻的灵力 我自己不要裹小角 我也不希望 我们的子女 亲人 去缠果小角 我们就是做个健康的真人 大家健康快乐的生活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要回到我们的良心来 然后问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快乐吗 我们有哪些 是为了符合别人的眼光 符合别人的掌声 记得 只要不违反国家法令 不伤害别人 不伤害自己 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 真的过得安心 快乐 幸福 怎么样活出生命的喜悦 活出生命的意义 这是每个人要深入去探讨 学习突破的 OK